说起女演员夏丽心,很多网友都不太了解她吧? 夏丽心可是一位宝藏女演员,她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,跟男性郭涛是同班同学。 很多网友都认识郭涛,不过夏丽心虽然不是单红明星,但她却是国家一级演员。 由此可见,夏丽心是很优秀的演员。 当年夏丽心可是以第一名的好成绩讨入中戏的。 夏丽心25岁开始进入演艺圈,她的戏路很宽。 夏丽心在情景喜剧《我爱我家》中演过《结范》,在康熙威夫子《纺计》中演过《青龙女子》,在《情爱挂廊》中演过《幻魔》,在《爱在屋檐下》中演过《总裁夫人》。 很多80后,有看过韩学主演的《错爱一生》吧? 夏丽心在剧中演《苏苏》,剧中《苏苏》是女主角的旧妈? 夏丽心也曾在影厅上演过《母亲的角色》,她曾在《淘气包妈》小跳中演《淘气包的妈妈》。 范伟曾称赞夏丽心的演技,两人曾在《雷歌老伴》这部剧中演夫妻。 李沁和李怡芳可演过《千金归来》。 夏丽心在这部剧中演女主角李沁的后妈冰雅琴,剧中冰雅琴可是一位恶毒的后妈,为了侵占家产,她没少使坏。 观众讨厌这个角色恰恰也说明夏丽心演得好。 夏丽心的新剧后妻子正在热播。 夏丽心演过多部热播剧,却总是戏红人不红。 不过,这些都没有影响夏丽心对演戏的热爱。 夏丽心长得有点像女演员陈美琪。 陈美琪曾在《赵雅之版》《新班娘子》看其中演小青。 夏丽心的口碑挺好的,她出道27年龄绯闻。 夏丽心时常更新微博,但她多是转发微博,感觉她是三观很正的人。 很多网友都很关心她的婚姻状况。 如今51岁的夏丽心优雅美丽,不过,她的婚姻状况却是个谜。 你认识夏丽心吗? 你看过,她演的哪一部剧? есс丽心绕业 母继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